人们常爱说美国梦 究竟什么是美国梦 不同人追寻的梦一定是千差万遍 有一个人把他的美国梦最直观的展现给大家 他就是美国画家诺尔曼·罗克威尔 诺尔曼·罗克威尔是美国人最喜爱的画家 他1978年过世时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称他的艺术达到了20世纪的顶峰 但也有人认为他的画过于甜美 把美国社会理想化了 从纽约出发沿着87号公路北上 在马赛诸塞州的斯塔克布瑞士镇 有一座诺尔曼·罗克威尔博物馆 这里保存着他的大批原作 博物馆旁有罗克威尔的画室 他的后半生在这里完成了很多传世之作 让我们看看罗克威尔笔下的美国 究竟是甜美梦想还是真情实境 他最爱描绘凡人小事 视角独到 妙趣横生 不但展现出真实场景 更讲述着生动的故事 让人细贫美国梦的精益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对罗克威尔的评价越来越高 有人甚至把他称为用画笔写作的迪根斯 谈到创作理念 罗克威尔曾说 我在图片中传达的生活观念 不包括肮脏和丑陋 我画的生活就像我想要的那样 博物馆公关经理杰尔米先生告诉我们 罗克威尔出生在基督徒家庭 从小就是一个非常投入教会生活的人 罗克威尔画作最重要的题材就是基督信仰 在美国旅行 无论繁华拥挤的大都市 还是地广人稀的小山村 到处都能看到教堂 可见基督信仰在美国文化中根深蒂固 这幅画作于50年代初 星期日的清晨 一家大小身着正式服装 人手一本圣经 去教堂做礼拜 商家大门紧闭 那时星期日是不做生意的 查考历史 美国信仰基督教人口一直是增长趋势 1776年建国时 每周去教堂的人数只有17% 到1850年翻了一倍 20世纪初超过50% 50年代已超过60% 200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 基督徒增加的曲线 与国力增强的曲线同步 看看1959年的另一幅作品 描绘的是一家人 穿戴整齐 人手一本圣经 出门去教堂 唯独一家之主躲在沙发里 手上的报纸告诉人们 棒球赛更吸引他 洛克威尔敏锐地观察到 美国人渐渐离开信仰 60年代之后 美洲去教会的人开始减少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 自认识基督徒的美国人 从2007年以来 由78.4%降至70.6% 每周去教会的人下降到40% 洛克威尔的话向编年史 记录了20世纪美国人信仰的变化过程 今日美国的星期天 大城小镇 人们走进教堂的景象还在吗 别的地方我不知道 但我所居住的纽约州依然如此 我想洛克威尔先生一定会希望 这种景况传承下去 洛克威尔的美国梦 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以基督信仰为核心的生活方式 伟大的国家就建立在这个根基上 我们再看看4600多公里外西海岸的洛杉矶 星期日依然可见全家老幼 首饰圣经走进教堂的景象 只是服装和交通工具变了 但人们首饰的圣经没有变 这就是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美国梦就是 让未信的人归向基督 让背离的人悔改归来 当我们每天一点点更新改变自己时 美国梦就永不破灭 每天一点点世界大改变